欢迎来到陪你读文艺讲压 您好,我是唐玲 《论语》是一部修身起家治国的宝典 做人处事,应对进退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原则以及做法 虽然在时代有一些的变化 可是百变不离乎中 如果能够好好善意提取里面的精华 对我们在抉择事情 以及趋吉避凶 乃至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情绪 《论语》都有莫大的帮助 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也站在高度上看这个世间 看这个人世 对自己、对众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我们来看《论语》八一篇的第十三章 经文是 王孙甲问曰 与其媚一傲,临媚一照,何谓也 只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王孙甲是魏林公的宠臣 就是魏林公很欣赏的臣子 魏林公虽然他宠姓男子 听信残言 本身是昏溃的 尤其在立国的雏君上 他也有很大的障碍 这些我们后面会慢慢说 但是这个人的头脑昏溃 可是他又懂得用贤才 比如说用筑托来自宗庙 公属文子来自外交 王孙甲来自军事 就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也用剑管使鱼 用齐伯玉来主持内政 所以孔子回答 继孙大夫说 魏林公施政,可是不至于王国 那王孙甲问这句话 有他的历史背景 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魏国 魏林公的夫人男子 他也想把持国阵 而孔子是他拉拢的人才 但魏林公也不至于到 完全听信男子 所以魏国的国阵当中 还有一丝可救的机会 王孙甲看到孔子去见男子 他以为孔子要走男子的路线 在魏国求官 所以用一句成语来请问孔子 表面上是不懂这句成语的意思 就是与其魅奥临魅造 这句成语的意思 其实暗地里讽刺着孔子 他怎么说呢 与其魅奥 与其你魅奥神 不如去巴结造神 这是成语 难道王孙甲不知吗 其实在孔安国里面说 王孙甲故意用这段话 要孔子来讨好自己 因为孔子也是人才 王孙甲认为 与其你走男子的路线 不如走我王孙甲的路线 男子他比喻成傲 把自己比喻成造 傲就是在一个家里面的西南的地方 这是比较隐秘的 比较尊贵的 那家里面击败奥神 奥神虽然地位高 但是不如造神 造神虽然地位低 我们家里面厨房供着造神 造就是煮饭的这些器具 那造神呢 掌管饮食 而且在12月24的时候 讲的是农历 他要到天庭 来向上帝报告人间的善恶 所以造神跟人们有直接现实的关系 那与其巴结讨好后宫的男子 他地位虽高 可是没有私权 还不如走庙堂 跟这些朝廷的臣子 像我王孙甲 虽然比起男子的地位是低的 但是我有私权 黄坎说 他用这一句话来激励孔子 可是孔子何许人 孔子叫做圣之思遮掩 而且他是六十而耳顺 就是到六十岁了 耳朵一听就知道对方的心意 这种的能力是慢慢的练成 从小在家里面练 随着他的知识背景越多 人情事故越通达 一副好的耳力就慢慢的练出来 我们学工老师说 公共识里面有董事 董事长 你听就知道事情是什么 我们懂过识吗 当他拿这个成语来问孔子的时候 孔子何尝不知 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 这读诗 就有这种能耐 诗经 就是要我们误那个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 孔子如果回答了这句话的意思 那就让王孙甲觉得很好笑 我是拿这段话来告诉你 其实在为国发展应该要走什么路 我只是拿这段话故意 希望你看清楚事实 希望你真正找对路头 或者是拿这段话来羞辱孔子 孔子何尝不知 他讲的这段话的用意 假如你是孔子 你该怎么回答 你不回答 表示你不知道这句话的用意 你回答正好中了王孙甲的圈套 所以回答也不行 不回答也不行 这么晚 gegebe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Szene 遇到这样的障碍 要怎么杀出崇尾 孔子竟然说不然 不然就是不如你所讲的 这句话不对 这句话为什么不对呢 这句话是成语 这句话怎么不对呢 但是是为了告诉王孙家 我不是这样的人物 那我是什么人物呢 叫做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获罪于天 我们往往如果不按照天道而行 什么叫天道而行呢 就是要懂得断恶修缮 才能趋吉逼凶 可是这里说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导就是像祷告求加倍 如果获罪于天 那你向天祷告求加倍 一点用也没有 不但不能求福而且得获 所以这个天不是在讲天道 不是在讲天命 是在讲天地 天神 获罪于天地 那祷告都没有用了 因为祷是对一个对象说的 所以这个天是讲一个神 那如果比喻成这一张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获罪于灵工 那我向谁求救都没有用 我讨好男子也没有用 我讨好王孙甲也没有用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获罪 获罪就是说 我如果在卫国来讲 我走后门 我不按照公理行事 我不按照政治制度 按照政治的体制 来行事作为 我不一礼而行 我不畏公发行 我获罪于卫灵工 臣子呢 是要以道来施君 不以道来施君 就是获罪于天 把天比喻成为灵工 我不以道来施君 我无所倒夜 我犯了罪 我违背了这个体制 我结党隐私 错误的作为 这时候 我获罪于灵工 我倒谁都没有用 不过这段话 我们也可以引申来说 人生呢 他是要好好的 在天道上 天命上讲究 才会得天地的加倍 所以我们人生 应该是要好好的 一礼而行 而一礼而行呢 自然能够得到 明君的赏识 如果明君不能够赏识 你一道而行 一礼而行 那你可以离开了 所以这段话 其实告诉我们的初处 就是要一道而行 不要逢云八节 论语还有一章说 无谁欺以欺天乎 我欺骗谁 我难道欺骗老天爷吗 就是欺骗于天 就是我难道是违背天理吗 所以我们这个天 也可以说 我们依着这天理的形式 我们当然就不会得罪于天地 我们一道而行 当然就能够真正 以成四君 所以儒家 他对于君王 并不是讨好八节 而是一道四君 什么叫一道四君呢 就是为人民来争福利 为人民来找出路 用这样的内涵 用这样的心态来四君 所以他不是讨好八节君王 他更不用去讨好八节 所谓后宫的傲 或者是在宫廷城子的照 不过跟他们和平相处 大家共同来造 福国立民的事业 那是需要的 所以从这一章里面 也可以看到 儒家四君子的风范 以及他们维持 出路的分寸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